这是大同城墙的东门和阳门 今天我在这儿打八部金刚 今天我们搞一个28分钟版本 这个是道友们自己录的音 就是不是道爷的那个原因 八部金刚宫 九遍口令提示 起誓 脚宇间蓬宽 五指并楼 双手向内 打开 双手向内 打开 双手向内 上提 定则 第一步 双手插顶力三胶 伸平 力掌 上举 上充 伸平 出掌 下压收回 第二点 平常习惯了听道爷原生版的口令 换个声音 找不到感觉了 感觉还是道爷原生版更有力量 或许是心理作用 或许是执念 上次和大家请教 对八部金刚宫能不能分开练 又得到了许多前辈的耐心指导 有的人说可以分开练 但你每次必须得做起事和收工 有的人则说不能分开单的练 因为八部是有次第 有步骤的 八部工法的排练顺序是古人精心设计的 首先从通力三胶开始发动全身的契机 然后通过拉伸扭转颠等逐个对各个脏腑和侵略进行锻炼 而先练哪个脏腑后练哪个是有讲究的 首先是要顾肾腰 其次是调脾胃 接着是左肝右嘴再到心 最后是咬紧牙 踮脚后跟放松筋骨消除疾病 所以不能随便的分开练 哪怕每步少练几遍 练三遍版五遍版 也要连着走完八部 大家觉得哪种说法对呢 它这现在是道观吧 这一期是岳飞庙 这里是岳飞庙 大同还有岳飞庙 我还第一次听说 那您听说过那个八部金刚宫吗 听说过 这倒是哪个道长传下来的吗 张子宗 我走这么多地方 问了好多人不知道 好像这边北方人没人练这个是吧 练的少 好像就是我看宫园都是八段景多 对 八部金刚宫就传不到这边来 也有也有练的 很少 那最早这个宫是哪来的 八部金宫就是张子宫的原创 他的原创 对 第一部最清洁的著作 哦 八部金刚烈烈 拉筋拉得特别好 哦 终于遇到了一位知道八部金刚的大同人 这位大哥非常认可张智顺道长和八部金刚宫 还鼓励我 要好好地练这个功法 只是大哥说错了创作者 八部金刚宫是北宋时期的高道紫阳真人所创 一直以来都是道家秘传功法 并不对社会大众推广传授 传到了张智顺道长这里 老人家看到如今国人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 治病的成本越来越高 老人家不忍心看众生苦 才违背了祖师遗训 清净心血来推广 而我们能遇到八部金刚宫 也是福德深厚之人啊 遇到了还能练起来 能把自己调理好 那更是比中了大脚还难得呀 我为什么想尽力弘扬八部金刚宫呢 就是体会到了道爷那份急迫的救人之心 相比较自学中医调理身体 练这套功见效更快 而且也不需要有什么文化基础 你只要相信 只要坚持练 就能够把身体练好 大家支持我 宣传弘扬八部金刚宫吧 支持的话 打一 大家先贵一下 急不可时 事不再累 错过这个机会 再相招今天 那是不可能了 既然我们大家有缘吧 我们大家今天能遇过 要看我的思想那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说实话的 东西送到你们会儿去了 你再不要你还等什么 我希望很快的给大家 做一条正路 领导大家不走晚安路 不走谢华 不走那个 什么社会的东西 太多太多的 都说不来了 太多的本来 但你能在社会上 但你走得对 你就走 你感觉走得不对 你就赶快回回来 人生难带 总化难生 家世带生 总化难遇 想到中国 那就是永福 另外一个 我跟大家说清楚 千万不干净 有多什么事情 有多好事 你也不要喜欢 有多坏事 你先没话 不要烦恼 那么你一烦恼 对不起 所有的警工夫 一烦不上 你脑也很 上你三十天的远期 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 马上就要下雨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马上就要下雨了 抓紧时间 刚打算比较 马上就下雨了 所以不能打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我现在赶快去吃早点 这个雨也是说来就来 被大雨截住 可就麻烦了 我从这个内环走吧 现在我就是在 大同城的里面了 古城里面 现在已经有雨点 掉下来了 免费的烂腌菜 来了 哎呀好大一碗 9块5 油香辣 稿里头 这两天有人污蔑我们山西老陈醋 简直是藏尽天亮 我们山西老陈醋 绝对都是存粮量造的 好开吃 正宗的大农刀 它削的不够薄 因为我现在尽量是吃素的啊 除了不得已 哇太香了 就把满满的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这个汗水啊 现在人们说什么糖呀 什么这个那的 歪门邪道可多了 这个五骨为养 面粉 大米 这些都是必须要吃的 黄花 木耳 豆腐 土豆 炒鸡蛋 杏包酥 总之这个石井的料 特别的好 大家来可以尝一下这个石井的素面 哇太好吃了 哇太好吃了